为降低排放和燃料成本 嘉行表示已经向一间瑞典科技公司 订购了30架电动混合动力飞机 张桂尔表达 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 已经跟瑞典公司Hart Aerospace签署一份协议 将会购买30架该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电动混合动力飞机 这架飞机飞行时可以达至零碳排放 最多可搭载30名乘客 预计将会在2028年投入使用 但协议未有透露飞机的成交价格 同时协议显示 嘉行还收购了Hart Aerospace公司500万美元的股权